目前星光七四战全胜 白潮能不畏强敌 再为星光拿下第五胜吗 感觉你来到 是风的呼啸 思念像枯药 竟如此寥寥 每分每秒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不了 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 我什么都不要 知不知道 若你懂我这一秒 我想看到 我在寻找 那所谓的爱情的美好 我紧紧的依靠 紧紧收拢 不敢落掉 一丝一航 愿你看到 一丝一航 一丝一航 我找不到 我愿你看到 愿你看到 我愿你看到 我愿感到 我愿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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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愿快 我愿快 我愿快 特殊才藝的表現 比較不像是這個歌唱比賽 我覺得會比較可惜一點 白曹的部分我覺得 其實白曹今天的表現也不夠好 為什麼 因為你的聲音 其實你自己知道是一個比較乾淨的 比較細緻的聲音 可是在表現這首歌曲的時候 其實我們期待的是一個比較有男子氣概的 有別於泛泛的 這個表現方式 可是你表現出來還是用一個比較乾淨 比較內斂的方式 所以兩個乾淨在一起 就有點像陽春麵的你知道嗎 感覺不到那個鹹度或者辣度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比賽 萬一你遇到Jerry今天如果選對歌曲的話 你很容易被PK掉 我們來看看兩位的分數 首先看到是陳婕瑞的分數請評審按燈 Jerry得到的分數是 15分 好 接下來是 小白白朝落盟的分數請評審按燈 喜歡吃小兩遇搶敵 勝負難分戰況激烈 勝負難分戰況激烈 這一場是比較勢菌力敵 所以我覺得又很難評 我沒有聽過這個版本 我覺得真是我聽過有史的 來 曹若萌的分數請評審按燈 小白今天演唱到不了得到的分數是 17分 好 顯勝2分 但是老師可能普遍一致都認為 兩位選歌錯誤 啊 我被你們兩個氣死了 都明明是很會唱的歌手 給我亂選歌 幹什麼 好 不好意思 剛剛是我自己跑出來了 在這裡還是要非常謝謝兩位選手 對 明明都是很能唱歌的人 我覺得兩位很奇怪 兩位是勢均力敵 非常會唱的 如果今天歌選對了 今天可能是一個預告片 不斷在播說 哇 強中強 強中手 怎麼樣 結果兩位就咬咬 咬掉了 選了都不太適合自己的歌曲 兩位難兄難弟 一個擁抱 雖然小白戰勝了踢館者 但由於成績未達20分 仍然慘遭落入失敗區的命運 接下來要介紹